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明明 上次测评了这个100多块钱无能机 虽然是上古世纪的像素 但毕竟100多块钱 是吧 但这个东西很容易飞出去就飞不回来了 然后有粉丝就推荐测评这款 陆空飞行战车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牛逼的样子 这玩大黄蜂的 超级战车 这里还有摄像头 这两个你们喜欢哪个呀 也是要先连接一下 你在玩飞机啊 但是还没玩 这个开关就出问题了 我看一下 我关都关不了了 这像素好多了 比上次的清线很多 还可以飞 赛车中一点垃圾 老是打滑 还能一小时多10万斤才就好 哈喽 轮带好容易打滑 来 我来起飞一下 一共27颗螺丝 有的我手都酸的 这里面的结构我有一点震惊啊 200多块钱的东西 你看这玲珑的线啊 还有这胶带 这胶带是干嘛的 这是小作风里面做出来也没这么乱啊 哇 真的是震惊啊 我感觉我标题写成这样 小伙花228块钱买来的陆空战车 外形酷酷的拆开来表示震惊啊 这应该不算是标题档吧 你看这胶打的啊 直接这个胶部这样胶上去 这胶带上都能看到手指印啊 228块钱突然感觉好血亏啊 你们觉得呢 但是因为这个开关坏了 稍微这样固定了一下 说到看到这个样子都感觉不耐用啊 这个玩意 好了 这个战车已经修好了 真的里面太垃圾了 这个像素还是可以的 都可以用来自拍啊 起飞 比如我现在要上这个波 它这个可控性比上师大哥强一些 好了 现在已经充满了电 现在我们去后院玩一下 上不去 翻车了 翻车了 哇 好了 又没电了 这个续航比上车那个无人机差太多了 这个续航比上车那个无人机差太多了 上车那个电池都更大一点 然后相对于上车的无人机 我感觉有两个优势 一个就是它这个像素高很多 还有就是它这个悬停的精度 感觉比上车的好很多 当然最重要的它就是能分能跑 当然这个跑的这个功能感觉就是一般般 连这个二三十度的坡的特别难上 然后价钱的话两百多块钱 说实话信价比也挺低的 踩开来真的是太乱了 里面的线路 反正就不建议哥们 好 今天这个路空战车就测评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介绍评论点赞 拜拜